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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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哥 台積電法說會不是超好嗎 為什麼金元大功 代工都大跌啊 怎麼超好 不是你給我解釋啊 法說會怎麼超好 財報啊 第一季財報啊 財測不知道是超標嗎 毛利率超標 對啊 獲利超標 賺7.8多嘛 快8塊 然後咧 為什麼今天就沒了 然後就沒了 然後就沒有亮點了嘛 就是說我未來的HPC 這高市印算是重要的亮點嘛 是重要的產業趨勢嘛 沒了 把資本支出維持跟之前一樣嘛 沒了 我們現在要的是亮點你知道嗎 在這個市場上需要是亮點 你所謂台積電法說很好 你是指它的數字囉 我昨天就在台積電法說之前的五報 會員的五報 我就跟我會員講得很清楚 你從那個營收來看 它的財報數字一定會很好 一定很漂亮 用猜的也猜得到 但那不是重點 重點我們是要看法說會能夠講出什麼亮點 And的結果就是沒有亮點 但因為財報數字還不錯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小跌的局面 它也沒有大跌 跟不肯大漲 為什麼不肯大漲 因為財報的好啊 禮拜三台積電漲多少 漲3% 這不叫做先反應了嗎 這有沒有反應嘛 有 所以你財報的好 如果禮拜三台積電沒有漲3% 那今天應該就有機會小漲 偏偏就是禮拜三已經先反應 市場上很多人都先進去卡位 都預期財報很好 連我瞎猜 我不用什麼研究團隊 我瞎猜 我就知道他一定很好 公布也很好 我不告訴你 不要我啦 你作為一個投資人 各位觀眾 你作為一個一般的投資人 搞不好你都可以猜得到 你用膝蓋猜都猜得到 台積電的法說數字一定很好 的確就很好 因為這在大家的預期嘛 這也在外資的研究團隊預期嘛 所以你看到昨天台積電開完法說之後 很多外資報告就發囉 更新報告 但多數的外資 絕大多數的外資 都是維持平等 本來維持中立就中立 本來維持買進就買進 本來維持賣出就賣出 就沒有太大變化 你知道少數幾家有變化 多數都沒有變化耶 因為這些外資 這些研究團隊 他們早就預期台積電的營收 帶來的獲利 本來就是OK的 那他之前又有漲價嘛 所以毛利的網上也OK 都是預期的到的 這些都是外資算在內的 我們常講 財報是 是過去還是未來 過去 財報是過去的嘛 大家看的是未來嘛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在晶圓代工 就是看聯電跟利基電嘛 聯電營收創新高 獲利創新高 我請問你他股價長怎樣 那你會問為什麼外資拼命賣 外資不是看你過去財報 那你過去是嘛 外資看到你未來嘛 你在法時候會說明年會怎樣 可能工需會出現一個失衡 就工需的這個 可能會出現一個反轉嘛 是不是 對 外資看到的是 你未來 在成熟製程的部分 你可能因為中端需求的降低 導致你上了這些拉貨 就會變慢了 甚至會有產能過剩的問題嘛 我一直看到的是明年嘛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所以財報 你說財報好 就一定要漲 昨天財報公布這麼好 台積電今天又漲 這是不對的思考啊 因為你看看聯電 看利基電就知道了嘛 如果財報好就要漲 聯電怎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聯電今天在破底你知道嗎 聯電財報不夠好嗎 這大家懂的意思嗎 大家看了自己 台積電未來的展望 有沒有什麼大的亮點 那昨天法術會四平八穩 沒有太大亮點 有沒有太大利空 就這樣 平平淡淡的 那前天也反映你3%了啊 那今天就這樣 你再跌回來而已啊 看到台積電大廠跑去買 今天全部吐回來原點 有意義嗎 因為台積電的發台權 發球權在誰身上 外資 誰說了算 外資 為什麼我剛才講是外資 發了報告的平等 因為 就是外資說了算啊 你看這個 剛才的航空商場 是不是跟你講說跟外資高度連到 我們是不是還做那個表格 框框給你讓你看 說有沒有連到 你現在再回來看台積電 外資從這裡賣到那裡到最近 最近這一個多禮拜都在賣 你是要台積電找到哪 就算台積電 有什麼超級大亮點 假設外資之前都賣成這樣 他外資就是不認同 外資照樣把它可以把它寫成 爛的 好的照樣給你寫成爛的 你信不信 今天要是外資這邊買一堆 對 法說是公佈很爛 照樣給你寫說好的 比如說 怎麼寫 假設 外資這邊是大買的 突然法說都是假設的 法說公佈之後獲利很爛 或什麼前景不好 丟下來 外資就會寫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去 浴火變鳳凰 噴出去 照噴 這個數字不是很爛 沒有外資說過去了 調高平等 利空出鏡 利空出鏡 報告都這樣寫 最壞情況已過 標題就給 title就可以寫最壞情況已過 對 然後外資先賣一堆落空 公佈獲利很好 他就可以寫 這個 前景 這個 平平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 維持穩定上升 寒冬即將來臨 寒冬即將來臨 所以你今天是半根了 沒有這麼狠 沒有這麼狠 就維持這個 高速運算持續在成長 那手續需求下降 然後相互抵消 類似這樣寫 下報告 我們金管會是不是要求外資 你要給我報告 你寫報告的原因 你看空報告你的原因在哪 你要給我寫出來 金管會不會撞到 這主觀意思 你要怎麼寫就怎麼寫 對不對 你有沒有依據 我剛才講的是不是很多 在這個市場上常發生的事 你有時候覺得很納悶 一等股票公佈財報那麼爛 那股價給我噴出去 外資跟投信報告有寫得超好 你有沒有有時候會這樣子 有很好的股票 法說公佈 直接開法會 你知道嗎 因為外資看爛 投信看爛 結果你去發現 外資跟投信早就賣了 他們本來就在結帳 本來就在賣他們寫出來 報告你覺得會是好聽的嗎 他們本來就在賣 本來就在結帳股票 如果他寫報告寫好聽 那怎麼辦 打自己臉喔 那時候有沒有可能真的打自己臉 偶爾有時候會出現極少數 就是我常講的 這是他公佈的財報真的嚇死你那種的 假設啦 我假設 如果台積電昨天公佈了毛利60% 然後 那 那就會出現 以前偶爾會遇到外資認錯回補 全部的外資 全部都會翻多 全部都改成買進 調高平等 但是那個你要出現在一個很大的亮點 就預期不到的 就是你沒辦法瞎扯 你外資你沒辦法瞎扯 說 60%叫做正常 你瞎扯不了的 那個就會反應 偶爾以前有遇到 小編笑著那樣 小編你是以前 各位觀眾 你聽了我講的 你是老一點的股民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偶爾會遇到喔 對 之前外資一直賣台積電 突然 法說完就暴漲有沒有 偶爾會遇到 偶爾會遇到 就真的超預期的 那如果是符合預期的 再預期掉了 隨便他們寫了啦 那解釋完大概 所以 所以 法說好壞 如果是過去式的財報 除非 很驚艷很驚艷 不然 就給外資去講了 那外資就顯然是在賣的 所以 真的要看到台積電 有個明顯的漲勢 外資 要不要回來買 要 我記得我們 講過台積電 聯電之前有分析過 利基電世界先進 我們說 你可以從百張的散戶 人數去看 可以從千張大戶去看 你自己做觀察 如果這些籌碼面都還沒有流轉 百張以下的散戶還是很多 代表大家還在加碼攤平 但是外資一直在賣 請問這個籌碼流向是誰流到哪 從外資的身上流到誰 小散戶 那股價怎麼會漲 股價會漲 股價會漲 知道大戶在炒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籌碼的邏輯 再看技術面的部分 李拜三的反彈物 我不知道多少基因強 他可能很興奮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外資在賣的位置 這邊外資在賣的位置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已經跌破基因線了 我們在上一次分析基因元代工的時候 就告訴你了 他們都已經跌破基因 所有的基因元代工族群都已經跌破基因線了 跌破基因線叫做跌破生命界 叫做OCA狀態 本來就是空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長期空方趨勢 你看他整個趨勢就是往下的 跟台股一樣啊 就火不過來啊 極短線曾經會反彈 那是建構在突破越均線 突破越均線可以短線止跌可以反彈 就是我們跟你講的台股你要讓他短線反彈 你要突破越均線 你看突破越均線 底下維持了幾天的光景反彈 但後來又跌破了 請問這禮拜上的大漲3% 有沒有突破越均線 沒有 所以 在技術面來看 以技術面來看 你在這個禮拜 本來就沒有買進任何台積電的理由嗎 對不對 有嗎 沒有啊 他連最基本的越均線 這邊人家還有站上嗎 這邊有沒有站上 你仔細看 沒有 更換外資長時間都在幹嘛 賣潮 所以你真的要看到台積電短線一個明顯的止跌 我認為就是先要看到站上越均線 然後外資要連續回來買 這樣子你再來 技術面來抄底這個台積電 我覺得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上次在分析台積電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 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你從基本面長期投資你 當然 當然 當然有人就說 600以下都買一點 有沒有 我說那當然長期投資我沒意見 長期價值投資我沒意見 600就買一點 我說但是如果你是短線的人 你想要做一個小波段的人 技術面就對你很重要 或者是你想要長期投資的人 難道正是跌破600 你就無腦亂買加碼攤平嗎 你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長線比較好低階的位置 就是在進場來做長線持有 而這個長線持有 觀察就在技術面 就在哪 籌碼面的變化 這樣知道了嗎 聯電 你看這個那時候台積電這禮拜破底 我們那時候講好像在這附近 我們說600以下是買一點 那是長期投資在講的 但是你就算長期投資 如果你可以找到比較好的買一點 低一點的買一點 那是不是更好 聯電 這個叫做外資的倉位 一路再往下跑 而且這邊還在瘋狂大賣 這兩個禮拜在瘋狂大賣 你有看到 那股價就這兩個禮拜摔得很嚴重 這邊感覺一副快止跌了 那因為外資沒賣 外資在這邊持平 甚至小賣 結果外資一翻臉轉賣 又摔死了 你說 晶圓代工這個族群跟外資聯動高不高 高 那它也是一樣 從這邊跌破基因線 我記得這個過年到時候 農曆年前的一個利空有沒有 就它法術會 我們就告訴你 這樣子一個大的利空跳下來 你可以參考全創跟友達 當時我們這樣講的 我說長期趨勢都還是往下 缺口沒有封閉都是往下 跌破基因線 所以你就看到它只有站上越均線才會反彈 所以我們把它切成大一點來看 各位你仔細看 這已經 這邊原本都站上越均線有效的反彈 當它開始跌破越均線的時候 假設你有你要做什麼事 趕快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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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形態就跟跪買很像 跪買原本在越均線上面震盪 結果一跌破越均線 跪買就開始崩了 一樣嘛 那跌破越均線你要不要趕快跑 那 親幾天有反彈啊 不理是連五日均線都站不上去 欸 各位 連五日 我沒有要求很多耶 你起碼十日吧 連五日都沒站上去呢 那今天又破底了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只均線全部下彎嘛 一堆缺口啊 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他每一個缺口都沒封閉嘛 所以我不懂 你一個有學技術分析的人 如果你看到一檔股票 他有缺口 他五日十日站不上 這有什麼好去抄底的 你最起碼 先封閉一個最近的缺口 再把五日十日站上去 我們就可以期待他短線直跌 就是這樣 有清楚嗎 如果都沒有耶 不要預設立場了嘛 不知道會跌到哪去啊 立基電 證明在越均線這邊混啊混啊 跌破咧 這一天就跌破了 這禮拜一就跌破 這禮拜一長黑是不是跌破所有均線 對 這叫三升 無奈 反彈 禮拜三很強 有沒有站上所有均線 所以空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繼續往下 這邊為什麼會上漲 因為外資在賣 最近為什麼會跌 因為外資又賣啊 你長期來看就這樣啊 這裡很明顯出現一個平台對不對 感覺在足底對不對 因為外資在賣啊 你有沒有看到 可是當外資開始轉線轉賣的時候 他轉落了 當外資在被瘋狂大賣的時候 他又往下跌了 所以利基電能不能止跌 就跟上次我們分析一模一樣 你要看誰 外資 我記得我們上次分析 晶圓大賣講得很清楚 外資的聯動性很高啊 好所以你現在晶圓電你就要看 利基電你就要看 什麼時候站回 月均線 然後外資要回來 買超 利基電在這裡跌破月均線 跌破基因線的 70塊 70塊 現在幾塊 快不到50了 你看這上面三檔 當你在當時跌破 季軍線的第一時間賣掉 你現在隨便接 那個利潤可能都兩三成以上 所以季軍線有沒有很重要 很重要 對啊 世界的季軍線在這 這個 140幾塊 現在剩106塊 也是三分之一 在這裡啊 然後這段時間 你都不幹你的事 因為他早就跌破基因線 誰在賣 外資 而且外資 這種賣法 我覺得跟倒垃圾沒兩樣 你是怎樣 你是看我們 你是看我們世界先進不會去啊 今晚會要不要叫這些外資 順便再寫報告 之前不是連電說 上看 阿掉 100 聯電 對 所有的觀眾現在Google聯電 那時候外資說到 在這邊 100幾 100幾 阿金管會叫外資寫下報告 阿你給我調到100幾 然後你給我倒成這樣 這次Google可以到 Google查到 各位你就Google聯電目標價 外資這樣 Google關鍵字 聯電目標價外資 這樣 已經腰斬耶 目標是你的目標價腰斬耶 所以外資的報告 不要他們的基本面可以看看 但是那個價格 他們做了研究 基本面我覺得可以 我們可以看 好好可以學習 但他們的價格 或者買進賣出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有沒有口是心扉 這不是我講的 金管會講的阿 金管會要調查你有沒有口是心扉 對不對 你有沒有目的 金管會講的 金管會老大哥都這樣保護我們投資人了 各位觀眾你還看不清楚外資的把戲 你如果看到他這樣賣成這樣 你管他喊什麼目標價都沒屁用 那一路跌 只有突破月均線才會短暫反彈 其他在月均線下面就是一路跌 你看最近 我們放大 最近是這樣 好不容易站上月均線反彈兩天再跌下去 假設你去搶反彈 你去抄底 這邊要不要趕快走 有 再不走有一個空旺缺口 缺口 我唱幾次歌了 一次都是 一次的 你還 老王的魔音傳老你還不知道 缺口很不好嗎 大盤也不是有個缺口然後就一路跌嗎 有缺口沒辦法封閉 又跌站不回所有短期均線 這叫三三三摩摩摩摩摩 三聲無奈 這邊破底 講完了晶圓代工 共同特色外資賣 四檔股票一起看外資賣 跌破所有均線 你唯一要期待他們止跌 第一個 外資回來買 第二個 站回月均線 講完了 這樣懂嗎 在這之前都不要碰 從我上一次講晶圓代工 到現在 如果你都不碰 那哇 你又少避開 你又避開了好大一段損失啊 對不對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致富投資風險 我們下次見